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待了将近四个星期 目前的温度还是很冷 基本上每天都是-6度或更冷 偶尔还会降到-12度或-13度 因此保暖功夫非常重要 不然就很容易冻伤皮肤 尤其是耳朵还有手指 这里继续和大家简单介绍 波罗地海三国中 拉脱维亚夹在中间 森林覆盖率高达44% 拉脱维亚又被称为欧洲之废 而首都里加被称为是波罗地海的心脏 看西马圣诞市场总是洋溢着特别的节日气氛 一年一度的圣诞和艺术市场从11月26日开始 在木屋的院子里举行 在这里挑选当地自制的圣诞礼物 你也可以享用热红酒和早餐 这个市集是居住在里加的当地人告诉我们的 波罗地海三小国中最繁华的地方就是拉脱维亚的里加了 它被称为是东欧的小巴黎 拉脱维亚男女比例相差很大 据中央统计局统计 这里的男女比例相差8% 是世界上比例差别最大的国家 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二次大战 这里是德军入侵最早及撤退最晚的战区 所以男女比例比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还要娴熟 超市是欧洲旅居的必逛之地 通常欧洲的外食都不便宜 因此逛超市变成了我们每日必做事情 里加有很多不同牌子的超市 其中最普遍的有Rimi,Maxima及Lidl 今天带大家了解里加超市Rimi的物价 Rimi是瑞典ICA Group 集团在拉脱维亚开设的超市 目前是拉脱维亚境内最大的连锁超市 在里加到处都可以看到Rimi的身影 8.25欧的雀炒咖啡 Oreo饼干 Rimi超市牌子的饼干 这里也有售卖很多亚洲商品 泰式辣椒酱 各种辣椒调味包 3.79欧的辣椒酱可以用一个月 各种亚洲酱料 欧洲的优格是便宜的 10颗鸡蛋1.99欧 这种一颗一颗麦的鸡蛋就比较贵 不到1欧的牛奶 水果区域 1公斤的苹果 0.99欧 3文鱼就有点小贵 面包区域 面包整体上都涨价了 这里的蛋糕经常会打折 零食区域 超可爱的圣诞形状 意大利面 背面超级贵 鸡肉1公斤3.99欧 0.75欧的白米饭 逛完超市来了解里家的公共交通 里家交通工具主要分为三种 从2023年起 里家公共交通会降低月票的价格 并改变车票价格范围 为鼓励乘客经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月票价格将从12月31日起大幅下调 月票价格将从原本的50欧减至30欧一个月 24小时票5欧元 3日票8欧元 5日票10欧元 单程车票仅能用于22号公交巴士 可以在巴士上使用银行卡向巴士司机购买车票 单程票价为2欧元 其他车票可以在Rimi超市或部分的电车内 及Navison包摊购买 圣诞装饰的5号电车 Lido是拉脱维亚的自助式餐厅 Lido在拉脱维亚有很多分行 想要体验拉脱维亚倒地食物的你 绝对不可以错过 自助餐台吧 有很多菜可以选择 服务人员会夹菜给你 补到2欧的汤 自助咖啡机 这是我们的圣诞大餐 两个人吃了17欧 还有蛋糕当作甜品 这是我们在里家居住一个月的Airbnb 一个月650欧 自行取火保暖 自行取火保暖 一个月的里家旅居正式结束 我们成功抵住了里家极寒的冬天 继续往下个目的地 塔林前进